那我们给我们的腾部乐器来做一个示范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柳琴 琵琶 还有这个是杨琴 还有后面的钟软 这是他们示范的是江苏地方的茉莉花民歌 那刚才我说过茉莉花因为经过了整个大江南北的传播 事实上出现了很多变种 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变种是河北省的茉莉花民歌 他是这么唱的 好吗你多茉莉花 我这个豆沙儿是不能唱的 不过我让你们更能够欣赏二胡的这个胡琴组的示范 所以我冒险唱了一下 没吓到你们 谢谢 他们肯定拉得比我好 谢谢 那下一个呢就是 在这个茉莉花 因为我们做人不是名歌茉莉花 因为他是经过北京的一个非常出名的 在华业界就是很代表性的刘文金老师 他编出来的一个茉莉花 那现在这个茉莉花在1998年面试后呢 变成的是华业宇宙会的几乎 再重复做这一个固定的节奏形式 那让我们的Cello Bass 来示范一下 来示范一下 OK 谢谢你们 这个是在此里面 他们怎么一直重复做的这个 好像忘记了如何演奏音乐 不是的 这个是他们的非常接触的配契 那我们来到吹管乐 吹管乐在吹管乐里面 声是一个很特殊的乐器 你看它像不像一个训练 那实际上 它需要这么多管 是因为它是一个多音乐器 它能够吹一下子 同时吹很多音 让我们的声示范一下 好 这个是解释 好 这个是解释 不是在曲子里面 会出现那一段 那 笛子在吹管乐器里面 总是扮演着非常漂亮的角色 他们吹的都是好听的声音 那我们让笛子手示范一下 我以为奥基隐员 我听说这些音乐 那么爱 你还没进去 我有看 不是 对 对 对 分 有点 不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很美妙的声音 迷人的声音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打击业主 刘文精在编曲里面很有特色 他用了十多种打击乐器 今天他们是非常忙的 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乐器 领骨 大骨 手骨 排骨 是一个鞭 就是排骨 还有就是第一骨 我们示范一下 来 好 那请大家欣赏刘文精作曲 茉莉花 好 好 谢谢大家